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有声小说王牌计划 作者 卷土 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 本集播音 无天 魅影 第518集 方您见了眼前一亮 立即对着小夫的耳朵呀 小声耳语的几句 然后转身出门 还好心地戴上了坚实的房屋 而韦作夫呢立即在背地里 掏出两半打算 用力地咀嚼来弄几下 拉得自己是体累横流 接着小夫马上当着赖利的面 拿着袖子擦了擦眼泪和鼻涕 再点头哈腰地伸过手来向着赖利呀 窝过去了 这屋子里面立即传来了一声惊恐尖利的叫声 还有赖利的颤抖的嚎啕声 你别过来 滚滚滚开 如条件许可的话 赖利很想疯狂地向面前这个恶心而充满了大蒜臭气的家伙的脸上 砸上那么十七八个大火球去 然后想着再在这个情况下再剁着几百刀 但是攻击他就等于是在攻击那个阴险的主人 虽然不必担心这个该死的主人胆敢发飙 可是偏偏启动这六盟兴阵 但却必须要他通力合作 在尾索妇的疯狂地叫嚣咒骂上窜下跳的夸张的肢体语言当中 赖利只坚持了不到五分钟就狼狈无比地捏着鼻子逃了出 尾索妇那得意洋洋是昂首阔步地走了出来 手中挥舞着一份文件 上面还盖上了赖利的指头印了 方林接过那份文件之后 仔细地看了看 摇头叹息一声后 在文件上也盖上了自己的指头印了 然后将已经成活死人的马尔赛转交给了赖利 便再次获得了任务提示 你是否要接取隐藏任务六芒星的光辉 任务目标 协助激流宝当中的赖利 开启传送型六芒星阵 任务奖励未知 任务奖励二 使你获得召唤黑暗阵法令令牌 使用次数两次 使用效果 立即献祭六条具有相当实力的友军的生命 来召唤出变异血纹中盾聚锤式马尔赛 召唤时间持续为一百二十分钟 在召唤持续时间内 马尔赛将会为你效劳 召唤持续时间过后 将会被召回到赖利的身边 黑暗召唤法阵令牌 为重复使用物品 回回梦魇空间之后 花费三千点积分 三点潜能点 即可充能 显然 这个黑暗召唤法阵令牌 就是为方林量身打造的 相当于只要完成隐藏任务 流氓星的光辉 就在之后的事件当中 可以拿六名蓝衣楼罗的命 来换取召唤马尔赛的机会 方林之前一直在犹豫马尔赛的问题 若是将他收支为第二个奴仆的话 不是不可以 花费的积分呢 也是小事 但是自身要全属性减少五点 可就是大事 如今 若是采取了这个方式 倒也算是解决了方林的一大难题 而且赖利获得了马尔赛的支配权以后 可以立即将马尔赛投入进 迪兰要塞的攻防战当中 利用他的号召力 可以对叛军的攻城主力 所有的重盾巨锤 是造成士气上的莫大的打击 甚至是号召齐 振前倒戈 不过在此之前 方林要先完成 对于赖利的承诺在前 事实上 那处可以远程传输的六芒星镇 若是不能够开通的话 方林的主线任务 也是相当难以完成的 所以 他仅仅是静坐了半个小时 便跟随赖利 来到了要塞当中最为坚固的一处密室内 不知道怎么呢 方林一坐下来 就觉得脸前忽然间吹起了风了 风 紧急的 似是迎面扑来的一把把利刃 锐利的搁着他的脸 方林忽然间惊起着 四下里为何突然间这般万赖无声了 本来周围有一些的啼哭声 呼唤声 甚至连风吹 衣服的破空声 也都是一概拳击掉了 然而 他就感觉到了 有一阵无油的悲惨 比风还要冷 比雪还要凉 比冰还要寒 比寂寞还要浓 因为这个密室当中竟然是自成天地 然后方林坐下来以后 就发觉自己被安排在了流氓星的一角上坐着 而下方的地面上还有着不浅的凹槽 下方有刺鼻的血腥味道传来 显然 这是在安排残忍的活迹啊 一只苍蝇 莽撞地闯入进了这个黑暗 深深的密室当中 此地是一片静谜 相信外间即便是阳光普照 黑暗也将会是依然我故 盘居在这个地方 空气中 泥满着一股说不出来的腥味 而这种味道 完全颠覆了人们所惯有的观念 因为这个腥味 竟给人一种香甜富裕的快味的感觉 就仿佛是在主妃的鲜血当中 加上了大量的蜂蜜般 这只苍蝇 便是寻觅着这个味道 在旁边顽固的青石墙壁上停留了整整三日 见到严慈合缝的石门开启的那一瞬间 他轻轻瞧瞧飞了进去 开启这门的两条黑影 因为要抬起手中的人的缘故 显然是并没有发觉这只贪婪的不素之客 这只苍蝇显然有着丰富的偷食经验 它并未急于向着腥味的源头直接飞过去 而是安静的 以它那生满绒毛的十条细细的细腿 紧紧的贴在了一处阴暗的安静的等待着 当他的耐心即将被消灭殆尽的时候 有两条黑影终于勾搂着身躯 盘山跌跌撞撞地行了出去 而这时事当中又恢复了这种种神秘的静谧 可以明显地分辨出来 就在这短短的片刻之间 这两条黑影仿佛比进来的时候苍老了数十年 不过苍蝇简单的大脑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它头部的羽胀腹叶般的灰色触角已经探测出来 这种引着它整整潜伏三日的新乡的源头 便是来自于这密室中央那个并不算大的小坑里 它方域急迫地飞过去 将贪婪二字发挥的淋漓尽致 是一尽十余的时候 但是忽然间这只苍蝇锐利的复眼发觉 有什么灰色的东西正在空中鸟鸟落下 而这正是它的触角 接着从它的身体上分离出来的是长腿翅膀头部 而当它支离破碎的身体飘飘荡荡在石巢的地面上着陆 在这只苍蝇的时候这只苍蝇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已经中毒了 而生命也已经离它而去 这间密室当中竟然泥满着这样强烈而带着腐蝕性的无声无息的剧毒 而在这样一个可怕的环境里面 还有什么生物能够生存下去呢 历史当中开始渐渐地出现了光亮 这光亮并非来自于外界 而是来源于自身 石壁的墙面冒出了隐喻的紫光 可以分辨得出始终有一个两米余宽的圆形的凹坑 以凹坑为中心 有着十三道深深的凹痕向着四面放射了过去 若说那圆形凹坑像是光源 那么这十三道凹痕就仿佛是被石质化丝射的万丈光芒 竟然给人以难以逼逝的感觉 这十三道凹痕另外的一端连接着周围的墙壁 当中奔流出来的鲜红色的液体 正是人的血液 仿佛是百川归海那样汇聚到了那个圆形的凹坑当中 周围的中空墙壁当中已经强行被塞入进了三十七具浑身赤裸的处女的尸体 在诡异的药作用下 女尸当中的血液被活生生的挤压了出来 而空中也有不明的液体在微微的荡漾着 这种液体很特别 它就似水银一般有着特殊的光亮与质地 而色泽却是鲜红的 还在微微的荡漾着 在密室上方的高达十余米的空间当中 从墙壁的四周伸出了六根粗长的石头手臂 上面强劲的肌肉轮廓和线条十分的清晰 就连血管和筋脉都能够依稀辨认 当真是唯妙唯巧 这六根石壁的手掌 都以不同的形态平摊开来 手掌上只有三根手指 指甲尖锐细长 手指仿佛都在做着精卵的扭曲 方林就坐在其中一只巨大的石头手掌上 另外的五只巨大的石头手掌上 也坐着五个人 这当中是领头的自然是赖历 其余的四个人乃是穿着紫袍的魔法师 大公加利波地之所以被称之为邪恶大公 方林其实也一直都是不甚了然 直到现在才明白这个家伙用邪恶二字形容他 确实不为过呀 其部下做事都如此的诡秘 残忍 那么就别说他了 方林目前身处的这个密室 约莫着有一间教室一般大小 但是垂直的高度很高 虽然四周皆是密闭 但置身于其中却丝毫没有气闷狭小的感觉 里面也是很潮湿 不过却没有任何一个潮湿的山洞当中应该有的那种腐烂的气息 也更没有生长任何的植物 唯有那种甜甜的独特的香香味充斥在了其中 六个人之间的精神力连接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六芒星 六个人组成了六芒星当中的六巧 若是从上往下看的话 方林他们六个人组成的六芒星 恰好将下方那个诡异的原型凹坑圈在里面 下方的密室当中虽然充满了致命的可怕毒气 但是却是因为比空气重的缘故漂浮不上来 准备 赖丽深深吸了一口气 沉声说道 其实六个人此时的精神力已经贯通在了一起 赖丽大可以通过心灵感应来说出这句话 但是因为他心中其实也是相当的紧张 若是不说话的话 实在找不到什么宣泄的途径 因此说出准备这两个字 不仅是在提醒同伴 更是对自身压力的宣泄 这是因为赖丽也是第一次主持施展这种远程传颂六芒星阵 并且用来维持六芒星阵的起名魔法师当中 不合格的人占了大多数 其中也就包括了赖丽他自己 因为主持这种远程传颂六芒星阵的人 必须是在大魔法师以上的级别 而赖丽呢 不过也只是一名高级魔法师罢了 虽然是一名比较接近于大法师的高级魔法师 方宁巍巍的醋眉 他当然感觉到了赖丽的复杂的心理活动 看来这一次启动远程传颂六芒星阵的难度是很高的 时间紧迫 地点仓促 更是有着不能失败的理由 在心理压力与实际压力的双重难度之下 失败率更加会增加 不过方宁在此时也感觉到了 在场剩余的五名魔法师当中 精神力比自己高的 也只有赖丽和左边的那名魔法师而已 即便是正法出现了什么变故 反时肯定也是先从薄弱的环节开始 这就像是发生洪水的时候 堤坝的溃决呢 都是从建筑质量不过关的地方开始崩溃 要死的也先是死的是弱者 何况若是方宁火力全开的话 还有瘀着之铜和双壳精神力作为底牌 所以他并没有太多的担忧 围绕在六个人身上的光芒 就在赖丽的吟颂声当中亮了起来 方宁虽然不知道具体的仪式 但是他体内的精神力已经开始 随着旁人连接在一起的精神力运转了起来 随波逐流的开始循着惯性输出 暗红色的红色光芒 如水一般渐渐的凝聚 接着投射到了下方那个凹坑当中 凹坑当中的血色液体 慢慢的激荡了起来 而通常的液体的激荡 都是因为容器的颠簸 但是此时在方宁的感受里面 却是生出了那个荡漾着的液体 是静止的 反倒是构成凹坑的周围坚硬的墙壁 是在摇晃着 这反常的情况 也就使得方宁是更加提高的警惕 六芒兴阵开始徐徐的旋转 在若有实质的红色光芒的照耀下 凹坑上方浮现出了一个十分诡秘的巨大的符号 充满了邪恶正名之意 凹坑当中的液体开始增发 淡红色的雾气在密室当中漫延了开来 若流至一般在地面上阴晕着 而接着拖着方宁六个人的粗长石壁上 也传来了微微的颤抖 给人一种要活过来的感觉 周围的几名魔法师的脸色越来越白 后面最先支持不住的却是赖利了 他浑身上下都筛坑似的颤抖了起来 而这个阵法的主持者一出现破绽 就仿佛是蛇被斩去了脑袋一般 其余的只敢立即为之瘫痪 只是方林却是坐在了赖利后面的第一顺位上 赖利一坚持不住 随之而来的冲击也就降临在了他的身上 但是方林却是轻易地将这承受了下来 尽管精神力的总量不如着赖利 但是方林的临场应变力 可抢过赖利不止十倍 赖利其实也没安什么好心 见方林成熟的住 便将自己处理不来的东西 一股脑袋涌向了精神连接传递了过来 谁知道那一个个千丝万缕 若绳结一般的难题在方林那是迎刃而解 这感觉方林就像是一具十分精巧完善的纺织机 进去的时候是密密麻麻缠绕在一起的乱线 出来的时候却已经是光洁顺滑的蚕丝了 这时候方林佩戴的银色巨型装备 锂点的头巾的附加技能充沛 使得你附近五十米内的友军的精神力上限增加百分之二十 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因此阵法也就得以继续的运行 赖利就仿佛是一个十分不合格的上司 不停地将难题丢给方林这个能干的下属 两个人良好的结合了起来 就完美的使得阵法持续的运展 下方的密室当中淡红色的雾气已经开始燃烧 形成了一道难以形容的宽阔的拱门 那个拱门给人的感觉呢 就像是窟窿头痛楚扭曲张开的黑森森的大口 这边缘上还有未曾掉落的牙齿 怒然间一只更替巨掌破开黑暗出现 牢牢地攀缘住了烟雾形成的拱门 却只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动作 却给人一种莫名坚定的感觉 淡红色的武器毫不沾染地 在钢铁巨手当中滑落而过 而这时密室的光线却是越来越亮 甚至有着一种正在激动的感觉 而这只手的主人也是狂乱地咆哮了一声 事实地自那道宽阔恐怖的传送门当中 腾跃而出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